除了固态的物质 我们在生活中还会碰到气态和液态等不同的物质 透过各种不同的方法 可以测量出各种状态的物质密度 在这次课程中 老师请小明测量水的密度 小明觉得有点困惑 要倒出多少量的水呢 测量一次就好了吗 你觉得小明该怎么做呢 为了降低实验的误差 我们通常会多做几次测量 小明决定做五次测量 测量10毫升、20毫升、30毫升、40毫升、50毫升的水质量 再将质量除以体积就可以得到密度咯 小明想用上米天平测量水的质量 那要把水直接倒在秤盘上吗 这样水可能会流得到处都是 但是当然不能这样做啦 所以我们要先把水装在容器里 再放到天平的秤盘上测量质量 于是小明先用两桶量取10毫升的水 再倒入烧杯 把烧杯放在秤盘上 调整砝码的数量 测得质量为33.0公克 根据这个测量结果 我们可以推论出 10毫升的水质量是33.0公克吗 由于小明测量的是装有水的烧杯 因此33.0公克包含了水和烧杯的质量 扣掉空烧杯的质量后 才能得到水的质量 小明只好将水倒掉 把烧杯擦干 测得空烧杯的质量为23.0公克 接着小明用两桶依序测量了 20毫升、30毫升、40毫升、50毫升的水 分别倒入烧杯 用天平测量质量 测得42.9公克 53.0公克 62.9公克 72.7公克 再把每一项扣出烧杯的质量 就能得到水的质量 接着把水的质量和体积 带入密度的计算公式 就可以算出密度咯 从实验记录表中可以看到 五次的密度值都不太一样 为了降低实验误差的影响 我们可以计算平均值来比较 1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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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9 等于4.99 4.99除以5 大约等于1.0 将平均值1.0 和五次的结果比较 可以看到 数值大小几乎相等 因此 我们通常将水的密度 视为每立方公分 1.0公克来计算 除了直接观察实验测得的数据 我们通常会把数据 绘制成关系图 来观察数据之间的关系 绘制关系图 有以下五个步骤 我们一起来画关系图吧 首先拿出一张方格纸 方格纸 可以让我们方便又快速地画图 然后画出横坐标和纵坐标 以水的体积为横坐标 也就是把X轴的X换成水的体积 记得把单位写上去哦 以烧杯加水的质量为纵坐标 把Y轴的Y换成烧杯加水的质量 再写上单位 接着在坐标平面上 标出五个测量结果的点坐标 诶 你有没有觉得图看起来怪怪的呢 其实还有一个点要标 当水的体积为零的时候 烧杯加水的质量会等于空烧杯的质量 23.0公克 最后将六个点连起来 关系图就完成咯 这个关系图该怎么称呼呢 这是烧杯加水的质量 对水的体积的关系图 图形是一条斜直线 你可以看到这条斜直线没有经过圆点 表示这两个不是正比的关系 对了 有时候你会看到另外一种格式的关系图 这两种都可以哦 那水的质量对水的体积的关系图 是什么样子呢 根据之前的步骤画出关系图 会得到一条经过圆点的斜直线 表示水的质量和水的体积 呈正比关系 呼应了我们之前计算的结果 密度都接近1.0 也就是质量和体积 有固定的比例关系 最后来小试伸手一下 这是小华测量水的密度的实验记录表 下列哪些叙述是正确的呢 如果有些选项不确定 可以再往前复习哦 又来到课程尾声啦 让我来帮你做个小整理 在这次课程中 我们应用密度的观念 来测量水的密度 根据密度的计算公式 只要知道物质的质量和体积 就能算出密度 我们在测量水的密度时 要先用天平测量空烧杯的质量 再用两桶量取不同分量的水 测量烧杯和水的质量 烧杯和水的质量 减掉空烧杯的质量 就会等于水的质量 然后把水的质量和体积 带入密度公式 就能求出水的密度 最后根据实验结果 画出关系图 这样就可以清楚地知道 各个变因的关系咯 在这次的课程中 我们学会了测量水的密度 如果小明想测量形状不规则的 铁块的密度 该怎么做呢 欢迎你去寻找答案 把想法留言在影片下方 和大家一起讨论 我们下次见咯